年底国人纷纷出国旅游 有当店表示 越来越多民众会把贵重物品拿到典当行保管 年底加节消费高 不少人也趁着黄金价格再创新高之际 典当金石套现 当店的客流量同比增加约一成 来看记者蔡可汗的报道 名牌包包 手表 珠宝首饰 出国离家一段时间 有一些人会把当铺当作临时保险柜 他们有时候不放心把贵重物品放在家里 那他们就把他们的贵重物品点荡到当铺 那让当铺帮他们来保管 因为当铺有24小时的保安设施 会有时候可能会比放家里安全些 黄金价格冲破2100美元 创下2020年8月以来新高 有当铺观察到 二手金市的需求相对减少 来买首饰的人会显速的减少 跟去年相比大概是5到10个巴仙 因为价值高 他们就会选择买其他的东西作为第一品 不过这家金店表示 虽然金市售价过去一年涨了约20% 但店里的客流量不减反增 因为现在很多人都是因为政府的那个援助金 有帮助他们 所以他们会有一部分的人 因为援助金这是extra income 就是过来买金比较多 比去年的话应该是20-30%的人多 业者说年底一些公司员工领取花红 也选择在这个时候购买金市投资 再次购买金市场